大家好,本人是陈榮宇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公司店面风水问答问题6 办公大楼看见高架桥及地下道,一定不好吗? 好,那我们看一下坊间老师怎么说 这个一样我们从这本书公司商铺好风水这本书揭露出来的 那这本书大部分都是从网路揭露出来的 所以我们统称为坊间老师 他说都市越是开发,其中道路空间越是有限 越来越多的建筑物多和高架桥地下道比临而立 而两旁的建筑物因车来车往,气动平缓 旺气无法聚集 所以最好能在有煞气的方位做些改变 比如百鱼缸、植栽、建造水池等 或请专业地理勘察人员咨询 好,那我们来解释一下 高架桥为什么会不好 你看一下 因为车辆他行经高架桥的上波路段时 高架桥他有的时候是上波 然后平缓有的下波 那他经上波的时候 因为你要加油嘛 加油他才能够冲上去嘛 那会排出大量的废气 及制造吵杂的声音 那长久下来会对宅中之人的健康造成伤害 脑神经衰弱 因为有废气有声音嘛 神智越来越好弱 进而时常做出错误的决策 而影响事业及财运 最主要是这样子 再来 高架桥的黄子产生的效 高架桥旁的黄子产生的效应 它取决于什么 高架桥本身的形状 所以你的黄子在这边 高架桥会有的是直接这样子过去 有的可能是这样弯弯的 然后弯弯的这一个 一般我们会叫做镰刀萨嘛 就像一把镰刀这样割过来 还有的是这样子环抱的 各种形状不同 吉凶会不同 然后自载及高架桥的高度 比如说你自载比高架桥高 或者一样高 或者是比高架桥还要低 这个也都会有不一样的吉凶 还有车流量的多寡 就是高架桥这个车流量多寡 那当然这边 这边要讲起来的话比较会时间 所以你们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 我的那个新的电子书 其实洋宅风水和你想的不一样 那个高架桥篇那边我就解释了 而且那边也有录视频说明 所以我在这边都不再重复的说 那再来他讲说 如果有高架桥 或者是地下道 会产生一些煞气 那你摆鱼缸 植栽 建造水池 其实这些都没有用 它如果真的有产生煞气 你摆这些东西都没有用的 而且你建造水池还很危险 因为水池你如果摆错方向的话 它会对你造成很大的伤害 那事实上这些都是没有用的 好那我们就解释到这边 谢谢各位收看